小鱼儿快醒醒 两颗钻石两颗钻石也该付钱了 谁啊一大早的时候学我做美梦 奇怪 这位说的表姐也没别人 那不过是表姐你才说梦话吧 小表妹 你现在好好的没有学梦话吗 是我说的 二牛的声音 二牛你跑啊 那后跑到我们家来干什么 小鱼儿你该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那我好心提醒你两句 你昨天在我这分期买了性情道具 一天一次付双倍的款 今天给我两颗钻石了 原来是讨债的 不就是两颗钻石吗 你等着 我真的要找 一般想打贵把钻石拿出来 我的天 整个物质骚变了 就剩一颗钻石了 完了完了 不快我弄到给二牛打几条吧 表姐你吃还有钻石吗 你借我用用呗 你不会忍心看着我还不上钱的对吧 小鱼儿们 你花钱都不看钱包的嘛 只有一颗钻石你也敢分期付款 为什么要多少钻石了 就这一颗 你拿去吧 我就是大白金有钱 提起来 不如你要吃两颗钻石 给你 双倍不就是每天两颗吗 用不着一大早就来吃饭 小鱼儿你听错了吧 我说的是每天还的钻石都是前一天的双倍 所以第三天是四颗钻石 第四天是八颗 第五天是十六颗 第十天五百一十二颗 二十天五十二万四千两百八十八颗 三十天 我 我也数不清是多少颗了 我算出来了 你说我说大概是五一四千万个钻石 我的妈呀 五一四千了 看什么玩意儿 就算把整个秘密大路挖扣也没什么多钻石啊 超二牛你跟我算是五海挖扣 已经射出盖不退货 不能退货 可恶 我去举报你违法先赢 哼 就是就是 你的黑伤 小鱼儿不用跟他伤来了 我听你解决他 看刀 哎呀妈呀 这是什么东西啊 呃 了解 哼 还不上钱 你们就逼上在这一带混了 等着 我们一定喊打手来要债 可恶 没想要二牛变得这么坏 小鱼儿我们怎么办呢 当然不能干等着 我只是没心情对付太慢 把房子切掉砍双双双球龙现场 原来有人来找啥 我就从后门逃走 去那些拿手 嘿嘿嘿嘿嘿 还钱还钱 小鱼儿快还钱 大哥 你们认错人了 不是我欠你们钱呢 原来二牛的王手是以人饶重 不要想快走进房子里 哼 想从我手里挪损时 没门 一个小小的破房子 还不够你们底债呢 想你们拆房子 哎等等 你们在地板怎么这么扎脚啊 多想你们扫地了 嗯 导哥 我这敢杀我导哥 我给你们骗了 哦 哈哈哈哈 他两秒时间这么说了 方拉表现小心 你后面有挂头鞋 好机会 金针罩铁不善 放到鱼头 嘿嘿 舒服吧 呃 为什么受伤了这次我 我是恐怕不是你呀 二号表现 虽然出了点意外 总的来说 我的心情是蛮成功的 嘿嘿嘿嘿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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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嘿 这次我们下午 提号 以后 兄弟子